大家好,我是香港演員陳盈俊 我可以不進步十足 加以時間,你的劍化必然不下於我 我喜歡做反派角色 所以我主動走去藝原科何嘉年先生 要求我做反派 我覺得反派角色可以多元化 內心堅,表面中又可以 表面堅,內心又堅 即是讓我可以玩到很多東西 所謂玩 會否擔心被併營了 其實將我併營是好的 是肯定有得演出 一線小生的壽命不會太長 反而我做反派 現在你留意做反派的那些 可以做到很多事 我現在都不年輕的了 你聽我門頭白發就知道了 靖華所說的尋秦記,做路愛 這個是很經典的角色 我也很喜歡 另外,印象深刻的 因為我喜歡天龍百步 全冠青的一個角色 還有有一場戲 我是很深刻的 記得的 我和王逸華 即是喬幫主攤牌的時候 我那一場戲足足跪了七天 一場戲拍七天 就是我跪了七天 真是很辛苦這一場戲 所以我特別印象深刻 我記得我拍O記實錄 我有一場哭戲 我演繹得不好 因為哭都很多種的 哭得好肉酸 那我就等了 等一個機會 終於就等到 等了十五年 可以再演一場哭戲 就是路火街頭一 我和吳香倫 飾演兩公婆 那有一場探監戲 那一場哭戲呢 監製和在場的演員都很滿意 事後出街 很多網民都很欣賞 我們兩個這一場哭戲 那這場戲 出了街之後 我都有少少不滿意 那一路等 又等五年 都下流人 又是一場哭戲 這一場 是 可以善情 可以這樣說 自己和羅樂林師傅 懺悔 但是因為我們的懺悔 羅樂林演繹得很好 他帶著我入戲 可以煽動到觀眾的情緒 其實我內心是很開心的 我先知 人生 會有一段 奪過決定 足以影響一生 這樣就 已經前前後後有二十年了 這樣就是 一個等著 來推動我 在這一行的動力 我想很多不同的劇集 不同的角色 他都演過 不過其中一個角色 大家最深入民心 就是我們的公公王 公公王 對我也是一種鼓勵 我拿這個叫公公獎 即是表揚我在TVB劇集中 專門做公公 即是做得很好 其實我都認同的 我做公公真的 可以說做到出神入化 遲下我記得我又拍了一套叫 《末代雨衣》 我也是做公公 我做崔玉貴 希望大家 收睇 支持一下 你說想不想清福 就真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我現在已經 叫做 沒有壓力負擔 我都 會考慮 減少演出 但是你說什麼時候正式退休呢 我想到我不能走 沒有記性的時候 我都休了 Fame Peace